男子白米赛道上亚军常常被视为背景板 但能够成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男子白米历史上最强的五位亚军 看看他们究竟是非凡的实力还是悲情的命运 第五位赛维尔的9秒82 在2024年亚买加锦标赛白米决赛中 赛维尔以9秒82的成绩获得亚军 这场比赛不仅是奥运选拔赛 更是零后新兴之间的巅峰对决 预赛和半决赛中两位选手均表现出色 决赛前的期待值高涨 然而尽管赛维尔表现不俗 但最终被汤迫森以9秒77的成绩反超 失去了冠军 这一成绩是赛维尔机身白米历史亚军排名第五 证明了他的潜力与实力 第四位 加特林的9秒80 2015年北京世锦赛 加特林在男子白米决赛中跑出9秒80 驱居亚军 这一年加特林表现优异 多次冲击9秒80的成绩 甚至在此次半决赛中跑出9秒77状态增加 虽然加特林在比赛中几乎领先 但最终被白米之神博尔特逆袭 遗憾落败 仅以0.01秒的差距屈居亚军 这一成绩也在白米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成为了加特林辉煌生涯的缩影 第三位 欧曼亚拉的9秒77 在2021年洲际巡回赛的肯尼亚内罗币战 东道主选手欧曼亚拉 以9秒77的成绩获得亚军 得益于高海拔和顺风条件 欧曼亚拉不仅大幅刷新个人最佳 还打破了南非选手西比尼的非洲记录 成为北美洲以外的最佳成绩保持者 尽管未能夺冠 他的表现仍然是这场比赛的亮点 显示出他未来的潜力与实力 第二位 布雷克的9秒75 2012年伦敦奥运会是男子白米史上最激烈的比赛之一 布雷克在决赛中以9秒75获得亚军 第一位 泰森盖伊的9秒71 2009年伯林世锦赛 盖伊以9秒71获得亚军 这一成绩在当时是历史第三好成绩 尽管盖伊的表现相当出色 但在伯尔特以9秒58创造世界纪录的那一页 他的辉煌成就显得黯然失色 盖伊成为了伯尔特风神之夜的背景版 但尽管如此 他仍然是白米历史上最强的亚军之一 比赛开始 波尔特的启动和戴伊 相行 并驾齐驱 波尔特在50米超到了前面 轻松地获得过去9秒58 啊